桃園機場染疫事件進入社區後延燒進校園 指揮中心10號公佈新增6例本土確診個案 初步研判都和桃園機場疫情有關 其中有一位是機場染疫首推車人員和確診照服員的兒子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桃園中立的一間國校 因為一名學童傳出確診 所以校方目前已經停課14天並進行消毒 而指揮中心也狂烈相關接觸者並進行採檢 而外界也相當關注居服員確診後相關接觸家庭的採檢狀況 指揮中心表示共識二人匡列為居家隔離 現階段採檢結果都呈現陰性 為了不讓社區疫情擴大 因此指揮中心強化宗教場所防疫措施 而參會跟宴席也不可以逐桌禁酒禁茶 Omicron讓國內疫情緊繃神經 指揮中心為了圍堵疫情而拉長展現 從11號凌晨開始搭乘從歐美中東和紐澳等國際常程航班旅客 在抵台時落地後進行公費採檢和快速核酸檢驗 必須等待檢驗陰性結果出爐才能放行 若檢驗呈陽性就直接後送專責醫院 指揮中心也表示希望這樣做能降低第一線的風險 提高邊境防疫效果 文室新聞給大家一顧 台北市桃園中立採訪報導